美国总务署承认拜登胜选 让民主党交接团队可以进驻华府联邦部门之后 总统特朗普星期二终于是授权拜登 听取最高机密的总统每日简报 这也是允许全力交接的最新迹象 不过拜登表明他还没有接到简报 那至于会不会和特朗普会面 拜登的答案是如果对方要求 他当然没问题 美国总统大选落幕将近两个星期后 美国总务署的认证终于为后任总统拜登 打开了全力过渡大门 不只释放数以百万的联邦资金处理交接工作 多个联邦部门也陆续接触拜登团队 从现在开始被称为机构审查团队的拜登交接人员 终于可以在联邦部门设立自己的办公室 还有保密的汇报空间 也能够得到包括线上会议器材在内的各种技术支援 当中重要部门国防部 星期二已经和拜登团队举行第一次线上会议 并形容这次会议气氛良好 非常有建设性 也设下了各种规则 预料接下来每天都会有立场会议 差别只在于是线上或面对面会晤 拜登团队也已经在五角大楼设点获取简报资料 有些人想要有新闻 及到达联盟转发布 及到达联盟转发布 很多都都会议养 一切都在立场 一切都在50年 50年 几年 几年 公司 就让 与司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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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交接工作的最关键一环 就是总统每日简报 由情报部门向最高级官员 进行的最机密汇报 坚持不认输的总统特朗普 星期二终于放行 让拜登参与这项重要活动 控管疫情也是拜登上任后的首要任务 而交接团队也已经见过卫生部代表 和白宫首席防疫专家福奇 可是拜登本人证实 还不曾和福奇见面